在2017年8月8日 21时19分 四川阿爸九寨沟县发生7.0级地震 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近年来地震频发 掌握必要的地震知识是对自己生命的负责 今天小编就来给广大车友普及一下 当地震来临时 如果你正在驾驶汽车应该怎么做 第一 立即停车 待地震停止后驶向空旷地带 当你行驶在路上并且察觉到正在地震 此时应该立即靠边停车 如停车位置在城市道路两旁 应开启应急双闪灯 待地震停止后驶向空旷地带 二 如果你是车内的乘客 地震来临时应使用安全带 将自己牢牢固定在车上 用胳膊抵入前座位椅背 双手护头 身体卷曲前倾 尽可能让自己身处在一个三角地带 此时就算是车外有义务飞来 也能最大程度保护自身安全 如果地震时你正在下车 旁边又有停放的其他车辆 这个时候你应该双手抱头 蹲在两车中间 给自己留下足够的空间 用车身来抵挡垮他物 三 避免通过隧道 堤坝 桥梁等危险地带 在地震发生后 桥梁和隧道绝对是隐形的杀手 因为在地震后 通常伴随着大量的余震 这些建筑表面看起来并没有损坏 但是一次小小的余震 也许就会使之坍塌 所以即使在地震后 行径这些路段也要谨慎通过 小心飞来的横祸 地震来临 车辆间的护救也尤为重要 此次九寨沟地震 沿途大多为山路 遭遇危险时救援人员 还没有到达现场 前不着村后不着地 只能靠车友们伸出援助之手 救人于危难之中 在此我们为九寨沟祈福 愿九寨人民万众一心 共渡难关